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珊 你买东西啊 来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邻居吴大妈 这位是苏珊 美国来的留学生 吴大妈 你好 高兴认识你 舅妈 我帮你把东西拿回家 行 你先回去吧 谢谢 你说小伟这对象还真懂事啊 你说就是娘家远了点 娘家 您误会了 她不是 她是麦苗的同学 小伟的对象是麦苗给介绍的 不是 我们家小伟哪有对象啊 这苏珊她不是 你别瞒我了 那她不是小伟的对象 那她怎么一直住在你们家呀 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就看见她了 苏珊是我们家寄住的客人 苏珊她 我哪有这样的儿媳妇啊 真不是啊 真不是 那我可要给你儿子介绍女朋友了 真的 那以后有何事的 就给我儿子介绍啊 干嘛还在等以后啊 现在就有啊 现在就有啊 那谁啊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我那侄女了 就你说长挺漂亮那孩子 漂亮着呢 我家儿子也漂亮着 我看就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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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我怎么见人呢这是啊 你妈跟你说相亲的事呢 好好听着 就在咱们家小区那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那您怎么不先跟我商量商量啊 人家吴大妈那侄女长大 那才叫漂亮的 才貌双全 那卖西瓜的都说自己家瓜田 咱这是说对象的 跟瓜有什么关系 不 您就看吴大妈长那样 她真让她好看到哪儿去啊 你这孩子可别羽貌取人啊 对 当年 当年我就不是羽貌取人 你看现在 我和你妈不是过得挺好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不漂亮是吧 不不不 你年轻的时候还是很美丽的 这还差不来 爸 难道我妈现在就不美丽吗 对啊 这个问题必须回答 过去和现在没有可比性嘛 美女也会变成老太太 差点上了你小子的大 你是最美丽的老太太 你是最英俊的老兜 向前军 向前军 等一下 你想给他 红客的老太太 我做的 你还是不理想要是 那个 我大一样 倚气 不准你 我做主意 这位是李小薇先生 这位是 您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叹气 相亲是个甜蜜的事情 你怎么是个苦瓜脸呢 我讨厌相亲 原来他不喜欢 相亲的那种形式 我打心眼里就抵触 不喜欢相亲 那你别去相亲 那可不行 我爸妈他们死活就是不答应 这个好办 我替你去劝劝他们 我没去 买东西啊 来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邻居吴大妈 这位是苏珊 美国来的留学生 吴大妈 你好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小薇先生 这位是 您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诶 你为什么叹气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小伟先生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小伟先生 给别人介绍时 比较正式的说法是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某某某 比较随便一点的 可以说 我介绍一下 这是某某某 张阿姨 你好 是马娘啊 这是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朋友苏珊 这位是舅妈的好朋友张阿姨 您好 你就是那个美国学生 您好 你就是那个美国学生 您好 妈 你回来了 阿姨 您好 这是我朋友 她是摄影记者 您好 请坐请坐 你们接着谈吧 别逼小伟去相亲了 我看出来了 你们是小伟派来的吧 不不 我们不是派 我们是主动的 先听嘛 小伟不喜欢 他从根本上就不愿意 这相亲有什么不好的 我跟你舅舅当初 就是相亲认识的 我跟你舅妈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可是小伟不能接受 这种传统的交友方式 再说现在是网络时代了 网上交友太不可靠了 听说有的人在网上交友 还进行诈骗呢 可他的脸头愁成苦瓜呀 小伟不愿意去相亲 就不去了嘛 恋爱自由 饶了他吧 不能饶他 小伟是成年人 不是小孩子 不能由着他这么任性 再说了 我都跟人家女方家约好了 小伟必须去相亲 不能深热 不能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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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亲就是让你和不喜欢的女孩子认识一下 她不一定非要成你的老婆 我是怕被她缠上 以后脱不了身 我们可以帮助你 我们可以解救你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你相亲的时候 我们给你打电话 这样你就可以借口有事 提前出来了 好办法 太漂亮了 她就是我的侄女 美眉 她是李小伟 您好 坐吧坐吧 小伟啊 你看我这侄女怎么样 太漂亮了 你看看她一激动说外国话了 你的英文翻译很标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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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儿也没有外宾 还是说中国话吧 是是是 快打电话 关注协会脱身 等会儿等会儿 不说好了吗五分钟 再等一会儿 请问几位想喝点什么 您想喝点什么 您想喝点什么 这是我们店新推出的蓝色玫瑰 点一杯吗 对不起啊 我不会喝酒 蓝色玫瑰是饮料 不是酒 那好吧 给我一杯蓝色玫瑰 好的 我也要一杯 您呢 您喝点什么 我不喝这个 我一会儿就走 那就两杯蓝色玫瑰 好 请稍等 你要打电话 不 我是把手机给关了 免得有人打扰 现在啊 不少年轻人都不太喜欢相亲 我觉得你倒挺喜欢的 那些人多傻呀 相亲 相亲多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咱俩观点一致啊 时间到了 快 给小伟打电话 打不通 那怎么办 我觉得小伟他好像 好像被缠住 我就帮助他 别急 我觉得他好像 我觉得如果不帮助他 就完了 说不定以后啊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呢 金奈德 你在这里啊 我找你好久了 来 陪我去打网球 别了 亲爱的 他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吧 别误会 我 什么都别说了 谁都知道亲爱的是什么意思 你 别误会 苏珊 苏珊 我好像明白了 姐就行动成功了 你高兴吧 你看啊 你怎么还是苦瓜脸呢 更像个苦瓜了 先生 您的蓝色玫瑰 买单 买单 饶着他吧 不能饶他 小伟是成年人 不是小孩子 不能由着他这么任性 你要喝点什么 这是我们店新推出的蓝色玫瑰 你点一杯吗 对不起啊 我不会喝酒 蓝色玫瑰是饮料 不是酒 哦 那好吧 各位一杯蓝色玫瑰 好的 哦 我也要一杯 小伟是成年人 不是小孩子 小伟是成年人 不是小孩子 小伟是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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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小孩子 小伟是成年人 小伟是成年人 不是小孩子 小伟是成年人 不是小孩子 小伟是成年人 不是小孩子 式字句是汉语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句式 它的肯定形式是什么是什么 它的否定形式是什么不是什么 诶 苏珊 你尝尝这个 这是你阿姨的拿手菜 这是面条吗 不是面条 是粉丝 嗯 很好吃 真累啊 吃个苹果 休息一下吧 阿姨我不能吃 为什么 那不是苹果 是阿猪 什么 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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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说 你说这事能怨谁啊 谁让你不按这计划行事的 我们不也是想帮你嘛 就是 我也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 真可惜 那个女孩确实很漂亮 你俩刚才踢我两句好不好 我们俩就不踢你了 估计有人要来踢你了 李小伟 你给我说清楚 你给我说清楚 什么事 你那个亲爱的 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还是跑吧 我还是跑吧 你不喜欢相亲的那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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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心眼里就抵触我 想起来